中國併吞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政策 除了用武力以外 今年來更是在運用非傳統的脅迫方式 想要逼台灣就換 但台灣不會屈服 台灣人民一定會捍衛國家主權 維護民主自由憲政的生活方式 另外我們也感謝美國進行對台軍售 除了美國對台軍售以外 其實美國的政府跟國會 對台灣的支持 維護台海和平穩定做得更多 每一次的國防授權法案 或是國會通過了一些 穩定台海和平穩定的方案 其實對區域的和平穩定都幫助很大 在公園上有幾個派對方 公園上有三個派對方 最好是大派對方 很大派對方